我先請教一下,因為您是我們國內大大有名的農業專業學者 我想請教您,到底爐渣米有毒還是沒毒? 哪一個? 爐渣米 爐渣當然有啊 有毒是嗎? 您說是有毒,是不是? 因為我搞不清楚,我們看新聞上面 現在聽說在台南學甲那邊有很多糧田都已經被煙埋了爐渣 他那個應該是長期的農地被所謂的傾倒所謂的違法相關的規定 我要特別跟委員報告,農委會在過去這幾年有特別強調 我們不會再公告不利耕作地 為什麼不公告不利耕作地? 農地裡面有些的農地是被請到這些工業的這些可能包含 危害相關環境安全的這些,把農地破壞以後呢 他比如他到青島那也是會縮潛的 然後晚以後再變不利耕作地再轉去做所謂的綠能光電 所以為了避免這些道德風險 我們已經不會去再公告所謂的不利耕作地 所以避免有人把農地拿來出租來收取這些可能的青島的這些 是 那那個案是長期的那個一個 長期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民以食為天 然後農業是我們的立國資本嘛 所以主委認為這樣的問題 我們政府難道不應該採取怎麼樣有效的措施? 當然是,所以我特別跟委員報告我們針對全國將近80萬公頃的農地 我們的農事所都有去調查而且盤點每一塊地 舉例來講重金屬的污染的程度 那這個只要有可能潛在的會危害的 我們就會立刻去做所謂的相關的來源的追蹤 甚至讓所有的農地 所以主委 所以這樣整個去調查去檢測 是我們農委會會本部還是會像我們其實 我經常會看到像衛福部 其實就常常會講說這都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到底是地方政府要負起責任還是我們農委會會 跟委員特別報告以你關心的這個檢測學甲的這個是他違反相關的那個會清法 那主管機關是環保署 但是農地是主管機關是農委會 所以我們這件事情的財法 那環保署已經去會去執行 財法非常非常低 什麼6千塊 那我們這邊當然就是怎麼來具體的保護農地 避免被這樣的一個情勢發生 所以我們其實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2017年是9月 我們在2017年9月 我們盤點了全國的所有的農地80萬公頃平地 那現在這80萬公頃的土地現在被 會不會已經被破壞待機 沒有沒有 我可以提供那個完整的盤點之下 而且可以上網查得到每一個地段地號裡面 現在的狀況到底被工廠 餐廳廟宇這個我們都有 謝謝主委 那就麻煩您在一個月之內送給本席的辦公室 沒問題 我們可以把全國的農地的盤查 跟山坡地林地全部都提供給委員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因為上次包括剛剛蔡碧如委員在討論的動物保護 其實我們對於最近有很多兇猛的狗 那個比特犬拿去商人的事件 這個也不用上來了 我只是在說 當時我們辦公室跟農委會要資料的時候 就告訴我們說這個動保的主責機關 通通都是在縣市政府他們開發的 我現在不是在問這個 但縣市政府有縣市政府的負擔 比如說我這個是從雲林縣政府拿來的 雲林我們算是農業大縣 他說他們雲林縣政府現在食品衛生科編製原額 只有機查人員只有六個人 他要負責機查 還要幫忙協助去處理一些食品衛生機查業務 光是明年所需要輔導茶河的商家就已經440家 這樣子很明顯地非常非常 這是基層的公務員 那個負擔非常非常的龐雜 工作負荷很重 主委您在這次的 這樣子的就是萊豬開放進口的這件事情 政策決定之後有沒有去盤點過 我們全國的機查人力夠不夠 第一個跟委員報告 因為像這個在販售業或市場上面的機查 是衛福部 我們是在前端 我們是在負責生產端 那也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們一年針對比如說以萊克多巴胺 就純粹萊克多巴胺 我們毛豬在生產的這個檢驗件數就超過6000多件 我們還有豬牛羊以及家禽 全部加起來有七八千多件 檢驗都是我們中央去產會 錢也都是農委會出 我們一年喔 檢驗的次數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們執行的部分是地方政府 就我知道委員在講的是說 到底這樣的執行的工作 地方政府會負擔 你到時候可以負擔得了 我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我們國內是不用嘛 不用萊克多巴胺 所以我們在 但是我們現在很擔心的是餘木混豬 不是所以我完全同意 所以我們才會生產端一樣持續的抽驗 那我想衛福部未來在市面上的抽驗 其實他也是把抽驗的結果 委託我們中央續產會去幫他檢驗 因為我們的實驗室是符合那個TUF的 驗證的這個實驗室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主委說實在的 我對於衛福部更沒有信心 他連一個口罩都處理不好 什麼國家隊都已經搞到什麼MIT 然後再加MD 然後每天都有出槌的國家隊 所以本席實在是比較憂慮 我們有一個很高的標準 我看到剛剛這個主委也講了 我們願意去把關 可是有沒有顧慮到我們第一線的同仁 另外一個我還想要了解的是 未來這樣子的機查是不告不理 要靠舉發的還是我們主動抽檢 比例又多少還是 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生產端的 我們絕對是主動的去抽檢 而且抽檢這樣的比例 按照統計的那個 絕對會有達到嚇阻的效果 那而且如果需要增加的 我們這邊其實 因為那個儀器設備都已經有 那中央續產會有兩三百個員工 他們在檢驗這一個部分裡面 有一個主在執行 這個應該也都是沒問題的 希望這個主委是說到做到 不過說實在的 因為我們台灣豬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救台灣豬 我覺得這個是主委 我覺得您更大的責任 為什麼 本席在今年的中秋節 收到非常多的柚子文彈跟月餅 但是我收到我最喜歡的一個禮物 是這個東西 不過這個好像也是我們 我們國內的這個農藤農產 是進口的嗎?我不知道 但是也就是 那個是我們出口到澳門的 是我們出口到澳門的 我看他的說明好像是我們自己養的 沒錯 我的意思是 我們如何在協助這個地方創生的同時 能夠多做一些這樣高質化的台灣豬的品牌 然後把它拉大它的差異化 我覺得這是我們非常神聖的任務 要讓台灣的農業能夠永續發展 永續經營 讓更多的這個年輕 這個農村的青年 願意返鄉服務 這才是更重要的任務 這個完全同意委員的建議 那尤其是剛剛您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最近在澳門 雖然您當上一頁的統計資料 我們過去五年到澳門這個300噸 我們今年到澳門就不只這個數字了 我們現在的出口已經超過2400 2500噸以上 比去年同期的1000多噸還大多 對 我們這麼好 而且未來還是會 所以我完全同意委員的建議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一定要讓他走自己的品牌高質化 這樣才有辦法面對這樣的一個競爭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這時候的這樣的一個 面臨開放的這樣的一個挑戰底下 怎麼讓產業升級 我想這個絕對是會 但是在我們追求高質化的同時 我們又進口了一些低質化的瘦肉精 所以我們在這裡呼應 消費者只要看清楚標示 大家一起採用國產豬 我希望你們能夠在萊豬的標章上面 能夠更清楚的標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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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來 好 繼續 我們請 不好意思 我沒有 你進去 有 我有給你敬禮 你也給我敬了 鄭立文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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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